而在瑞瑟湘 瑞瑟湘公所去年首度办理了全乡包粽子大赛 深获好评 而今年是乘胜追击扩大办理 吸引了实质的队伍报名参加 各队是拿出了看家本领 普通的南部、北部粽子之外 也有原住民传统的喜老粽子以及吉拿富 全台各区独特粽子口味全都有 让现场民众是大饱口福 从制作馅料包粽 然后再蒸煮粽子完成 律师相公所端午街包粽子比赛 各路包粽好手达人 起居一堂大显身手 我们今天的粽子比较特别 我们用的是养生粽 然后我们选用的米跟白米跟黑米 全部都是在地复原粽子的 那同时呢 我们还把阿嬷种的火龙果 还有凤梨都融合进了我们的粽子里面 那我们粽子呢又叫十全十美粽 总共有十种食材 除了常见的南部粽 北部粽或者可夹粽 也有参赛队伍时直接将原住民喜老 腌猪肉入馅 鲜香口感相当受到欢迎 有萝卜还有什么 喜老 我们这个喜老跟萝卜 还有这个香菇 哦 是纳布的 有著名的那个风味 哪里最好吃最特别 就是它有那个香气哦 越陶越的那个香气 还有那个喜老 加上喜老 真的是很好吃 很喜欢吃 还蛮喜欢吃 这一次的包粽子大赛 远在海岸山脉的奇美国小 全校总动员 尤其以木鳖子 赤葱等传统原住民食材 包粽子 创意十足也超级好吃 利用里面果那个种皮 来染米 把那个米饭染成橘红色 然后它会有一股自然的鲜甜 再加上这个赤葱的味 因为始终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 所以呢 我们的粽子取向 是以健康为取向 再加上地方特色 再来我们这一次不用猪油 我们用蚝油 让我们的食材更健康 然后呢 那个风味更不一般 相公所去年首度办理 全香包粽子比赛 生活民众好评后 今年赶在端午节前夕的 今天扩大办理 祭出重赏 以及各单项奖项 吸引了十支队伍报名参加 各队拿出看家本领 以及独特创意口味 各有千秋 让评审团伤透脑筋 因为我们没有包肉账的比赛 比赛第一名是6千块 就是5千 再来就3千 就一直往下滑 现在有这样的 我们希望说 每年可以再提高 提高奖金的部分 来给我们这些乡亲 来这些华同 除了包粽子比赛 现场也有各机关单位宣传摊位 以及社区社团协会的歌舞表演 现场乡亲民众提前欢度 端午佳节 乡长万德也进一步表示 竞赛是其次 继续活动的举办 推广传承端午节民俗文化 彼此交流情谊 而明年度乡公所也将扩大办理 让端午节庆成为 瑞士乡年度重要的节庆活动 记得食欲览 瑞士采访报道 节目